沒錯 是黏住的 很用心 抓掉了 因為我看它這樣子 也不會緊 也不會動 我就覺得這是真的紅豆 把它黏起來而已 很用心 誰幫妳做的道具 爸爸跟媽媽自己縫的 真的 是 旁邊是縫的 裡面是黏的 一顆一紅豆 這樣一縫 縫到什麼時候 也是很不容易 對 這套衣服是媽媽縫的 這套衣服是買的 買的 對 你看 芷筠也是網路上買對不對 對 聽說你賣掉還賺錢 有 本來一件一百五 然後媽媽說 我穿過之後要變兩百五 媽媽很會耶 剛剛他在跳舞的時候 這兩個在台下也是跳他的舞 一模一樣 對啊 芷筠,你剛剛說 為什麼要在那邊跳舞 你看他 我跟瓜哥講說 你看他們感情好好 他的舞 他們都會跳 然後芷筠說 我要讓他分心 那你已經兩張黃牌很可憐 還要讓他分心 很調皮 好,首先請到徐景淳老師,請 我覺得我們第一名的小朋友 都非常可愛 然後 我覺得在這裡也都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對不對 對 互相都可以好像一起玩 一起切磋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棒 不管怎麼樣 你們都要記得跟在這裡交到的好朋友 以後都還可以繼續再保持聯絡 那今天芷筠 老師好 你好 老師覺得你走出來的時候呢 就特別可愛 像仙女一樣 我覺得你今天發揮了很好的穩定度 因為從你的前奏呢 那個跳舞的感覺 那個感覺很輕柔 然後手的位置都很漂亮 我很詫異的是你在低音的地方 有把聲音唱出來 然後整個的樂句感覺都很不錯 所以要繼續加油 繼續跟老師練習 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黃志平老師,請 我覺得芷筠呢 其實 就是你的辨識度其實滿高的 你其實滿有條件 就是繼續在那邊待下去 然後一直在進步 我唯一希望你在進步的地方呢 就是你的 我希望你表演的時候呢 你要嘛就找一個目標 你對著他看 好,不然的話 你常常你的眼神會飄來飄去 好,幾位小朋友裡面呢 只有你的眼神會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你 你不需要太去關心其他人 OK 你就很自信你就表演 因為呢 我們其實滿怕藝人在表演的時候 眼神不定 飄忽會一直這樣東瞄西瞄 好 譬如說老師現在講了 其實你就看了老師 好 你要表演的時候 你的對象是誰 你就看著那個地方表演 好 其實你今天的表演 我覺得很不錯啊 好不好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目前小朋友也是一片黃海 對,一片黃海 對,一、二、一啊 一、二、一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們在播出其實你有看嗎 你要看啊 那才知道配 那時候對上去老師所講的缺點 才會知道 對 要不然你今天走了 你...不是 不是,你就... 我的意思說 你今天下去了 等一下哭了 你沒有看播出去玩一玩 又忘記老師講了 又忘記了 你不會進步啊 你要... 要常常看自己的節目 知道哪裡不好、哪裡好 你才可以修正嘛 對 對不對,好不好 對 下次要記得看 就是看你那一段 別人不用看沒關係啊 你自己本身要看啊 這樣不然... 對不起老師講的了 對 那別人也要看講評啊 一樣啊 對,別人也要看 子榮有看嗎 播出 我常常都跟媽媽講說 為什麼 害怕 害羞嗎 這就是老師講沒有自信啊 你要稍微有點自信 喜歡自己 你要看自己 要當一個藝人 一定要很迷戀自己 對 不然你都不喜歡自己 誰會喜歡你 沒錯 我沒有 我沒有很迷戀自己 我只是覺得缺點要修正而已 對 來,我們看前面 徐子媛是90.7 張宇婧91.1 接下來看劉子榮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,請給分 由特地找老師進修的子榮 今天表現分數來到8788 89 90 小數點繼續跑 好啊 得到的分數是90.8分 謝謝老師 好 所以一樣子榮也掛上一張黃牌頂 兩張、兩張、一張 是 下一週就要努力了 對 對啊 下次真的輸實戰了 對 希望 希望大家可以更進步 拿出自己更好的本事來 來,三位請休息,謝謝 謝謝 謝謝